大家怎麼知道我用台灣大哥大用了幾十年 我是台哥大的用物 我是台哥 他是大 我們是台哥大 我今天是辦那個Rocker的造型 這造型我平常我是絕對不會這樣穿 所以我覺得這個造型對我來說 很新的嘗試 好 對 剛剛這樣一跳成這樣 塞就往下 Duck Band Den I'm a rocker So I go to Duck Band 這次這個廣告 怎麼強調的就是 不管上篩下 在各個角落 我們都是可以收得到訊息 而且通通都是讓你可以暢行無阻 導演我跟他分鏡的時候分得也很強 開始的時候我是一趟在經過工作人員的講解 我說原來你在這個地方還有AI的部分 哈囉 Duck 可以吃一點嗎 Duck Duck 這次最主要是要把我們的代言人台哥跟Duck 跟我們的台哥大的這個品牌做結合 所以我們設想的腳本裡面其實 就只有台哥跟Duck這兩個角色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我們必須把裡面所有的角色 變成台哥 這需要用到我們比較新的一個AI換聯的技術 3 2 1 Action Wow 摩比生態圈 好 Cut Action Cut 在事前你就必須讓電腦做深度學習 把台哥的表情做成兩個模型 然後一個是否遠景的就是深層速度比較快 一個是否特寫的它就是細節比較多 整個過程其實很繁瑣 但是最後的成果我覺得其實是相當不錯的 該不會等一下又說還有一個鏡頭 好我們今天再一個 後來老先生在這裡中風 這邊鎖過去1 2 3 下水道 因為下水道呢我有幽閉口矩症 所以我覺得我在裡面會感到害怕 而且它操作是小鴨 所以比較難一點 會比較 怎麼講會比較 Nervous 這個我跟你講 因為它裡面很窄你知道 而且它這個上面的灰會一直往我下去 我是怕我爬出來又變成一個雕像 我現在在地下道 那門館來這裡你看看 我覺得這次的最大困難是因為 整次廣告要承載的訊息量其實很大 包括5G Wi-Fi 6 OP享樂生活 OP生態圈 所以光這樣子的腳本 我們其實是這樣 歡度了兩個月的歡樂時光 我覺得台歌就是 其實它就很像台灣人的自存姐 它的每個表情跟每個自力動作 其實都是充滿著笑料這樣 如果沒有台歌 這個腳本其實根本沒有辦法成立這樣 所以很開心能夠跟它合作 1 Action 哈囉Duck 5566 大可5G 大可5G 大可Wi-Fi 6 覺得它這個是一個多方面新的創作 也就是告訴大家 不管是拍廣告 或者拍電視區什麼 它已經進入到另外一個紀元了 我是台歌大的用戶 不相信你可以剪輯 說實質 就算我可以演 蛤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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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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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